这个车没人愿意啊 我都没开出这个院子 他们不愿意吗 他们不肯呀 他说三包就说换发动机 我说了 我说你很好 我最后一次讲道理 你问一下杨总 我说如果换了发动机之后 我这个车如果二手车都没人买怎么办 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 这是国家三包规定 我这个车没开出一公里算三包吗 不算 如果他说六十天 他说六十天就六十天 你说三千三万公里三万公里 看车 大哥我一公里没有 看车 我算三包吗 想买车呢 真的 我车就在那买的 我朋友的AMG刚在这买 所有的人都不知道 我的销售告诉我 他十一年第一次遇到发动机漏油的事 这是个小概率事件 怎么会遇到你 我说那行 那他们解决 我给了他十五天 第一次跟我说退款 说退款不方便 换车 我答应了 换车不方便 跟我说给我补偿 我也答应了 昨天跟我什么方案 根据国家三包 给我换发动机 我无案之灾呀 我一公里都没开 给我换个发动机 我打电话给奔驰 奔驰跟我说 这是国家三包 我打电话给我朋友朋友说 车企他们跟那种媒体都处得很好 你这个事情无法曝光的 只能上贴吧 我没办法了 我打电话给奔驰金融 我说我的车十五天 我没开过 我可不可以暂停还款 人家说不可以 这是用你个人真心做的贷款 你贷款必须还 我的车没开到 我凭什么还这个贷款 我二十多万交在你们这儿了 我凭什么 我一天车都没有开 我一公里都没有开 你们不能这个样子的 我一位好说话 真正十五天 我今年过三十岁 我们家人说给你点钱 买一个好车 我有个三桃拉开了五年 这是我第二辆车 大家都不愿意有这个情况 你们不能这个样子的 我也懂法律的 我也回去查了 确实三包是这样规定的 法律之外还有人情 对不对 杀人者强力 但是如果这个人 他给你造成人社会协计 是可以赶上的 对不对 我承认这个车 我买了 签了合同 它就是售后车 是三包规定 但我没开出一公里 这个也算三包吗 你好意思 大哥我给你看证据 你看你们的人 是怎么一点点换我的 你看我都有证据的 这是曹晓轩 我三点 从这儿抵了车 三点零五分 我开上车 我说这个地方 有这个发动机注油 他跟我回答 我说这个什么意思 他说发动机没有了 你开过来我帮你加个油 我就听话开过来 自此之后 我这个车再也没有拿走 给解决不给解决 最后跟我说 我天天催 没有一个电话 是你们主动打给我的 我天天催 我给奔驰金融打电话 奔驰金融说